大明万历年间 苏州府长州县里有一位富商 姓张 明国锐 自昌伯 娶妻于世 张家祖上曾是书香世家 张国锐的父亲不喜欢读书 开了一家补店 挣下了不小的家业 传到他这一辈 家中资产又多了几倍 在当地是名副其实的富翁了 这天 张国锐坐在店里 看到有个人一直在门前晃来晃去 不停往里瞅 他正要问这人有什么事 恰好有人来买布 一忙起来 就把这事给忘了 大家好 这里是天青教主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夜幕降临 他把店门关了 进去吃了晚饭 算清一天的账目 已经是二更天 这才上他休息 就在半睡半醒之际 他忽然听到门外好像有动静 本想起来看看 但家里人都已经睡了 未免有些大惊小怪 况且门已经关好 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所以就没有管他 谁知那个声响一直没停 反而渐渐朝着门里来了 这时候他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 悄悄爬起来 躲在门后往外一看 竟然有个黑影朝他走过来 张国锐眼急手快 一把将黑影按住 然后把家里人都叫了起来 家里人点上蜡烛 把里里外外都查看了一遍 没有发现丢什么东西 外面也没有看到有别的贼 张国锐仔细看了看这个贼 发现他竟然是白天在门前晃悠的那个人 这时候 家里人都想狠狠教训这个小偷一顿 却被张国锐拦住 说道都别动手 别动手 他也没偷到什么 小偷听到张国锐这话 一边叩头不止 一边恳求道 小人家有老母 因为家里太穷 已经揭不开锅了 不得已才做下这种事 还望相公看在我无知出犯 饶了我这次 我再不敢做贼了 张国锐看了看他 笑着说道 看你这样倒也不像是个贯偷 既然到我家来一趟 东西没偷着 就给你一两杯酒区区寒吧 小偷还没反应过来 张国锐叫家里人 暖了一壶酒 端来养给小菜 叫他坐下 小偷感觉心里有些发慌 心想 他这是怎么个意思 他要是个好人 放我走就行了 怎么还要我留下来喝酒 难道是想让我吃饱了再打吗 小偷心里发虚 哪敢吃 张国锐明白他的心思 说道 你放心吃吧 我根本用不着暗算你 小偷觉得他可能是个好人 现在是在人家家里 要是不听话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于是小心翼翼地吃了起来 张国锐看着他微微一笑 问道 你叫什么 住在哪里 我看你不像个坏人 做点小买卖也能糊口 为什么要干这犯法的够当 小偷哭着说道 小人名叫朱恩 从来没有做过坏事 以前开了个酒铺 虽是小本生意 但也能勉强糊口 可没想到我时运不济 有一天 一个醉汉不知道在哪里喝多了 跑到我店里买酒 非说我的酒里兑了水 我和他争执起来 结果他突然倒地不起 竟然一命呜呼了 他的家人把我告到衙门 衙门盼我赔偿 我把酒铺卖了 才勉强凑够银子 如今家里一贫如洗 媳妇和母亲 还在等我挣钱买米买柴 我实在没办法 这才出此下策 原来如此 张国锐说道 看朱恩吃得差不多了 张国锐拿出十五两银子 递给他 说道 这点银子不多 你拿去做点小买卖 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勾当了 你这是遇到了我 要是遇到别人 把你送进衙门 到时候你的妻子和母亲怎么活 朱恩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愣了半天才说道 老爷 你不把我送进衙门 我已经感激不见了 怎么还敢收你的银子 张国锐说道 这不只是为了你 也会为了你的妻子和母亲 来去吧 时间不早了 他们在家肯定等急了 朱恩顿时泪流满面 千恩万谢 张国锐把他扶起来 又安慰了几句 将他送出了门 母亲和妻子复世 不见朱恩回来 一直没敢睡 现在看他终于回来了 赶忙问他做什么去了 他将晚上的事如实说了一遍 又拿出张国锐送的十五两银子 朱母叹了口气 说道 幸亏遇到了好人 你要是被送进衙门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让我以后依靠谁 这种没本钱的生意 我就算饿死 也不让你去做的 朱恩说道 我也十万般无奈 才做了这一次 母亲放心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干了 第二天 朱恩到街上 置办了一副挑战 又买了些祭品 供奉了财神 吃完饭后站在门前 琢磨着该去做点什么买卖 天上阴云密布 很快下起了雨 他正要禁院 有个人飞快地跑过来 躲到他家屋檐下避雨 因为张国锐送了本钱 让他做买卖 他看这人的衣服 全被淋湿了 也生出了行善积德的念头 连忙把他请进屋 生了活给他烘衣服 朱恩看这人四五十岁 一身书生打扮 问道 敢问先生从哪来 要到哪里去 这人说道 学生幸乐 铭记 住在虚门街 今天早上去看亲戚 没想到回来 正巧遇上了这场雨 打扰了 乐绩又问朱恩的名姓 朱恩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他 又把做买卖吃了官司 导致一贫如洗的事 都跟他说了一遍 朱恩又问道 我前几天到虚门去 看到许多选日和婚的牌子 上面好像都有你的名字 乐绩说道 那就是我 实不相瞒 我本来是个替人写诉状的 衙门里的人我都认识 现在年纪大了 想着以前给人写诉状 不知道毁了多少人家 害了多少性命 所以就改行了 不过我写的状子和别人不同 不管是什么案子 我只要三言四语 保准你能赢 虽然我改行了 找我的一点都不少 有时候推托不过 将就给人写几张 后来我靠给人补卦 挑选几日也能糊口 就发誓不再写了 朱恩听他这么说 知道他是个人物 自然不敢怠慢 想跟他攀个关系交个朋友 说不定以后有用 雨一直下 朱恩心想 早上供奉财神的酒肉 还剩下不少 何不拿出来给他 也算做个人情 想到这里 他进屋 让妻子付试食夺出两三个菜 又拿来一壶酒 请乐绩坐下 乐绩走了一路早就饿了 千让了几句就坐了下来 傍晚时分 雨渐渐停了 乐绩准备回家 看到地上又湿又滑 不好走 愁愁不定 朱恩明白他的心思 说道 路上都是泥水 可不好走 我借先生一双木鸡 送你回去 乐绩说道 你太客气了 已经很打扰了 怎么敢再劳动你 朱恩说道 先生太见外了 我想和先生交个朋友 先生别嫌我穷才好 乐绩又回了几句客套话 朱恩家里没有木鸡 跟邻居借了两双 挑了一双不太好的自己穿上 他进去跟母亲说了一声 又吩咐妻子看家收拾碗碟 和乐绩一起出门 要送他回家 乐绩赶紧说道 天色已晚 怎么敢让你送我 朱恩道 一来是咱俩相识一场 我想看看先生住在哪里 以后还要时常拜访 二来那双木鸡是借别人的 正好顺便带回来还给人家 两人又客套了几句 朱恩送乐绩回家 路上有说有笑 天没黑就到了乐绩家 乐绩请朱恩进屋坐 朱恩看他家不治得十分精致 墙上挂着一幅半新半旧的名人画作 旁边贴着几张监狮 桌子上放着大名律法 还有几张书签 上面的字锋利如刀 朱恩坐了一会儿 喝了一杯茶 拿着木鸡起身告辞 刚走到门口 看到乐绩墙上挂的招牌 又转过身来说道 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 乐绩问他忘了什么事 他说 实不相瞒 我眼下想做点小生意 不知道明天出门其不吉利 想请先生帮忙看看 乐绩说道 原来是这点小事 你先做 我帮你看一看 乐绩取来皇帝看了看 说道 明天确实不是个好日子 最好能过两天出门 十七日是个吉利的日子 朱恩记下日子 和乐绩告别回家 到了十七日 朱恩天没样就起来 随便弄了点早饭吃了 挑着担子出门 临走前吩咐妻子关好门户 他不紧不慢地在路上走着 不知不觉竟然走到了张国锐家门口 抬头望去 发现有个人靠在他家门前 他吃了一惊 心想 不会又是个想偷东西的吧 可天都快亮了 他就不怕被人看见 朱恩想报答张国锐 朝那人喊了两声 结果那人却一动不动 只好搭着胆子走过去看 等他走到门前 看到的情景让他毛骨悚然 只见那人掉在张国锐家的房檐上 脚离地有一尺多 搭拉着脑袋 眼睛突出 舌头伸得老长 竟然是悬梁自尽 朱恩大着胆子摸他的身上 发现他毫无气息 不知道已经死了多久了 他十分惊骇 琢磨道 张元外是个大好人 不知道这人跟他有什么仇 跑到他家来上吊 朱恩想赶紧告诉张国锐 又担心敲门会惊动左邻右舍 想赶紧离开 免得连累自己 却又觉得张国锐对他有恩 就这样走了实在过意不去 朱恩很想报答张国锐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赶紧把死尸挪到其他地方去 打定主以后 他见四下无人 把死尸解了下来 也不看这人到底是什么模样 背上就走 约莫走了半里多路 来到一座桥边 他把尸首上的绳子解开 找了块石头捆在尸首身上 轻轻放到河里 他又朝四周看了看 一个人也没有 这才挑上担子 飞快地跑开了 张国锐的对门 住着一户人家 主人姓雕 明星 是个无赖 整天无事生非 无风起浪讹人钱财 看张国锐店里的生意好 早就想从他身上讹点银子 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张国锐家里有个做饭的婆婆 名叫柳姑 已经七十多岁了 因感染风寒 不到两三天人就没了 柳姑没有成家 也没有兄弟姐妹 张国锐念在他在家里时间长 平时干活麻利又节俭 买了光果入链 并把他埋在自家祖坟旁边 逢年过节的时候 也有人给他烧纸 雕星听说以后非常高兴 已经想好了算计他的法子 只是一直没找到人来帮忙闹事 这天一个卖鸡的乡下人从门前路过 雕星拦住他买鸡 讲好价钱后 把鸡拿进去 却不出来付银子 卖鸡的等了好久不见他出来 跑进去找他要钱 喊了三两声 才有个仆人出来 推托说有事 让他再等等 一直到天快黑了 雕星才出来 装无作样赔不是 殷琴说道 我看你肯定不是住在城里 你住在哪 卖鸡的说道 我住在楼门外 雕星说道 既然如此 你现在回家肯定来不及了 不如就住在我家 明天一早再回去 卖鸡的说道 官人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只求赶紧把钱给我 或许我还能赶上出城 雕星说道 都怪我耽误了你的事 要是不留你住下 我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你要是出不了城怎么办 还是住一晚的好 卖鸡的见他说话诚恳 想着现在回去 确实很可能城门已经关了 再三感谢后 安心住了下来 雕星见他肯留下 赶忙把他拉到厢房 让仆人点上灯 从袖子里摸出银子给他 说道 这是给你的 一分不少 卖鸡的打开纸包一看 竟然是细丝为银 乐开了花 把银子收好 正想问今晚能住在哪 没想到 他已经摆下一桌 十分丰盛的酒席 雕星陪着他一起吃 问道 你叫什么 卖鸡的打 我叫做于信 雕星道 你还做什么生意吗 于信回道 我只种了五 六亩地 没干别的 马上要缴钱粮 所以把家里的鸡拿出来卖 雕星说道 五六亩地拿够呀 把鸡卖了你能凑够银子吗 于信听到这话 果然犯了愁 不再说话 雕星赶紧说道 你也不用发愁 我有钱想送给你 你要吗 于信当他是开玩笑 笑着问道 多谢相公美意 不知道要送我多少钱 雕星说道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有件事想让你去办 至于能得多少钱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于信说道 感谢相公扶持 我一个乡下人 干不了什么事 雕星说道 也不是多难的事 只要你说几句话 银子就能到手 雕星把张国瑞家 做饭婆婆柳姑的事告诉了他 随后说道 你就说是那婆子的亲戚 到张家去闹 我再从中说何 这钱不就来了吗 于信利欲熏心 听了他的算计 竟然欣然答应 第二天 于信就按照雕星说的 跑到张国瑞家里 张国瑞正在看店 问他有什么事 于信说道 我有一个姑姑 名叫柳姑 在你家做用工 我之前一直在外面做买卖 今天特意来看看他 张国瑞心想 柳姑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年 没见他有什么亲戚 怎么现在突然有亲戚上门 不会是假的吧 于是仔细向于信询问柳姑的年纪和来历 于信哪知道这些 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脸色越来越难看 张国瑞看他这副模样 已经猜到他是来讹人的 不再理他 张国瑞店里的伙计 见他来讹人 你一句我一句把他轰了出去 于信看张国瑞不像个容易哄骗的人 转身就走 心想 我咋这么蠢 听了他的几句话就来讹人 看来这种不义之才 强求不来 他不打算回去找雕星 没想到雕星就在旁边看着 见他过来 连忙把他叫住 问他办得怎么样了 于信说道 那位原来不好骗 银子肯定拿不着了 银子拿不着到还是小事 以后这条街 我肯定是没脸再来了 雕星说道 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把你吓成这样 你详细告诉我 于信没有隐瞒 把刚才的情况 向雕星仔细说了一遍 雕星文言立刻埋怨道 你这人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怎么他几句话 就把你给吓成这样 先别走 我还有话跟你说 于信不愿再掺和这件事 可雕星不肯放过这次机会 硬生生把他拉进家里 雕星又让人摆出一桌酒席 比昨晚更加丰盛 弄得于信心里有些不安 再三向他致歉 雕星问道 被张家人骂了一场 你就不想报仇 于信说道 这本来就是我们不对 现在被他识破了 还能怎样 算了吧 雕星笑着说道 你可真是扶不起 我有一条妙计 只要按我说的去做 保准你能拿到钱 这话又勾起了于信的贪欲 问道 难得相公这么费心 你说该怎么做 雕星说道 现在没别的办法 只有你今晚死在他家门前 那就好说了 于信文言大吃一惊 吓得跳了起来 说道 相公不要开玩笑 这怎么能行 雕星说道 你急什么 坐下说 我是让你假死 又不是让你真死 于信问什么叫做假死 雕星说道 你今天晚上到他家门前 装作要上吊的模样 我守在旁边 一边假装救你 一边把街坊邻居都喊出来 然后不怕他不拿银子给你 于信这时候已经喝多了 听雕星这样说 竟然答应了 找了条绳子 就和他一起出了门 此时已经是三更天 天上明月高挂 两人鬼鬼祟祟地摸到张家门前 在屋檐下找了个地方拴上绳子 当于信站到石头上 刚想把脖子伸进绳子就有些害怕了 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在下面可要扶好了 雕星扶着他说道 哎呀 你就放心吧 赶紧套进去 我要开始喊人了 于信哆哆嗦嗦地把头伸进绳子里 雕星看准时机 一脚踢开了下面的石头 于信没有任何防备 脖子挂在绳子里 刚想喊叫 雕星却使劲拖着他的双腿 怎么都喊不出来 于信拼命挣扎 不知过了多久 慢慢不动了 雕星松开手 又等了一会儿 看他真的再也不动了 看了看四周 悄悄离开 雕星回到家把门关上 跟妻子水师说了刚才的事 水师说道 这个法子好事好 可那到底是条人命 不会遭报应吧 雕星说道 当今世上哪有什么报应 我早就想摆弄张国锐 没想到今天终于成了 多亏了我的奇谋妙计 之后他又琢磨明天怎么去恐吓 话该怎么说 不知不觉睡着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昨晚做的那事 太费力气 雕星一直睡到天光大亮 还没有醒来 妻子水师把他叫醒 他才着急忙慌地跑出去看 可是当他来到张国锐家旁边 发现一点动静都没有 张国锐像往常一样 在店里忙活着 一切都平静如常 雕星大吃一惊 心想真是奇怪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是昨晚张家人出来看到了 趁着没人看见 把尸寿藏起来了 为了不引起怀疑 他又不好问别人 只是后悔当时没有立刻嚷嚷出来 不仅没有弄到钱 还搭进去两顿酒饭 他一直在张家附近徘徊 仔细观察张国锐家人的行踪 希望能从中发现什么异常 抓到他的把柄 最好能再扣他隐藏尸体的罪名 可是又过了几天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雕星这下急了 却也无可奈何 心里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恩自从做起小买卖之后 心里非常感激张国锐 这天做完生意 天色还早 就想到他家去看看 不知道前几天的死尸怎么样了 最好能给他报个信 让他提前有个防备 刚走到桥边 就看到前面围了好多人 朱恩挤进去一看 见有一具尸首放在那里 就是他那天丢进河里的 现在才被人捞上来 此时他有些迟疑 担心这事会牵扯到自己身上 要是判他一个转移尸首的罪 可怎么办 他看了一眼尸首 大吃一惊 感觉这人很面熟 走过去再仔细一看 惊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于信是他姑姑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表兄 于信的父亲名叫于伯秦 于是祖上也算是富翁 传到于伯秦这里 因为不善经养 加上叉咬护义 家业慢慢败落 到了于信这辈 就只剩下五六亩田地了 朱恩家和于家以前 一直来往密切 两家都败落后 就不怎么来往了 朱恩见死的竟然是表兄 忍不住痛哭起来 旁边的人看到他哭 知道他是死者的亲属 立刻问他姓圣名谁 家住哪里 死去的是他什么人 朱恩一边哭一边回答 忽然有一个人扯住了他的胳膊 说道 先到我家去吧 有事和你商量 朱恩回头一看 这人他不认识 剑都没见过 所以不愿意跟他走 可是这人非常难缠 硬是拉着他不放 把他拖到了家里 这人说道 小弟姓雕 明星 剑自得府 我是这一代的里长 刚才捞到无名尸首 找不到他的亲人 刚准备报到县衙你就来了 不知道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朱恩说道 前几天他家来信 说是出去五六天不见回来 我也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他竟然死在这里 雕星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 说道 你表兄是被人害死的 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 凶手就是对面开不电的张国锐 他仗着自己有钱 不知道怎么和你表兄吵了起来 又让家奴毒打他 现在人死了 即便不是被他打死的 也跟他脱不了干系 他接着又说道 你看你表兄 不像是你死的 反倒像是一死的 为金之计 你应该赶紧去告那张国锐 丧葬的费用必须让他出 小弟我一向热心肠 路见不平就要管一管 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朱恩不知道来龙去脉 听雕星这么一条缩 既然信了他 可他又立刻想到 刚刚受了张国锐的恩惠 如果去告他 那岂不是忘恩负义吗 还有 表兄于信家里只有老母和妻子 将来肯定是要他出头 和张国锐到了大堂上 他要是说出以前的事 到时候自己恐怕也要吃官司 朱恩拿不定主意 只得说道 我也做不了主 还是把我的表嫂找来 由他出面才行 天已经黑了 我先回去 明天再商量吧 雕星星想 要是由他的妻子出面 肯定更好摆弄 于是对朱恩说道 你说得有理 不过明天让你雕嫂早点来 最好能先发制人 要是迟了 让那张家花钱打电 再想深渊就难了 朱恩回到家 立刻把事情 告诉了母亲和妻子复事 妻子听后说道 没想到于家表兄死得这么惨 不过你也不能轻信别人 必须问清楚了才行 要不是张元外放了你 不要说你 就是我和母亲也早就饿死了 他不仅放你回来 还送你银子 怎么能不想着报答 反而要去告他 依我看 这样好人 应该不是行凶的人 那于家表兄 怎么会愿意拼了命去讹人 其中肯定另有缘故 朱恩听妻子这么说 才拿定了主意 立刻赶到张国瑞家 先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然后细问有关于信的事 可这时候的张国瑞一头雾水 因为于信来的时候 并没有说他是谁 随即把于信怎么来他家和柳姑认亲 我怎么盘问 他又怎么走了 想想细细说了一遍 接着张国瑞又说道 柳姑在我家干了二十多年 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亲戚 你为什么要问这事 朱恩说道 这样说来 我表兄不知道是被什么人哄骗 白白断送了性命 张国瑞大吃一惊 问道 这话从何说起 朱恩赶紧把于信一死在门前 自己看见以后把尸首挪走 雕心又让他去告状 详细讲了一遍 张国瑞听后只觉得毛骨悚然 过了半晌才说 我根本不认识他 他为什么要害我 轻者自轻 总有能说明白的地方 朱恩说道 如今的事道 真真假假 哪是那么容易分辨的 就算是说清楚了 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银子 承蒙相公接近 我自然会替你周旋 张国瑞为言再三感谢 离开张家后 朱恩一直在想 表兄于信哪有什么亲戚 在张家做工 这事肯定跟张相公没关系 可是他又是怎么被人骗的 随便就把性命交代了 他越想心里越乱 走了半里多路 忽然眼前一亮 心想 我怎么忘了他 他经常帮人打官司 给人写诉状 肯定知道这里面的门道 为什么不找他商量呢 想到这里 朱恩立刻赶往乐家 寻找乐记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朱恩来不及客套 赶紧把于信的死 和貂心说的话 全都告诉了他 求他得想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乐记听完说道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那个貂心搞的鬼 明天你去县衙告貂心 到时候一切都明白了 朱恩问道 你怎么知道是貂心搞的鬼 乐记说道 水里捞起一句死尸 仓促之间 他是怎么知道 你表哥是一死的 别人怎么都不知道 这不很明显就是他搞的鬼吗 朱恩这才醒悟过来 说道 对对对 我怎么没有想到 可是现在无凭无据的 怎么去告他 乐记说道 我早就听说过 貂心是个无赖 装干讹诈好人的勾当 只要你去告他 缩使表兄伤人害命 不怕他不偿命 你表兄有儿子吗 你表嫂姓什么 全都告诉我 朱恩说道 他还没有儿女 我表嫂姓爱 乐记说道 你明天把嫂子带来 我叫他见了支县老爷 该说什么 你先去告状 不能让他有防备 朱恩听后立刻赶回家 第二天 貂心在家里 盼着朱恩早点来 可他一直没来 等得不耐烦 心想 看来他也是个 不识抬去的人 既然他不来 我就去报官 看他张国锐怎么办 他正想去报官 忽然来了两个官差 吃了一惊 赶忙问是什么事 拿过牌票一看 竟然是于信这件事 上面写着原告爱事 报案人朱恩 雕心看过以后怒上心头 对官差道 我又不是凶手 他有什么理由告我 官差说道 我们奉命来拿人 是不是凶手 我们哪里知道 你自己到大堂上 跟老爷说去 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 看你还是个里长 这里面的规矩 你应该懂吧 雕心说道 规矩我当然懂 可这钱不应该我出 等明日我去告那个凶手 他是个富翁 你们找他要 好不好 官差说道 我们是暗居票上的名字拿人 不认识什么富翁 雕心说道 既然两位官差是暗票居人 为什么还找我要钱 两个官差为言大怒 呵斥道 那好那好 是我们错了 赶紧走吧 官差说着就要锁他 雕心大笑道 冤个有头 借个有主 去就去 要想也到不了要偿命的地步 雕心跟官差来到县衙 看见牌上显示明天才审 便要求回家写个诉状 两个官差怪他不肯使钱 不让他回去 把他关在衙衣房里 原来乐际和衙门里的人 都是朋友 并且很懂规矩 给银子也够大方 对他言听计从 所以看到是他写的诉状 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话说这长周县之县姓腾 名叫云霄 两榜既是出身 而且在哲育断案方面 很有一套 第二天就把相关人等 全都拒来 当堂审问 腾之县先把于姓的妻子 艾氏叫来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丈夫是被雕心害死的 你们以前有仇吗 艾氏说道 我丈夫于姓 因为没交够钱量 只好去县里卖鸡 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天没回来了 昨天表弟朱恩来告诉我 说是被雕心谋害了 我这才来告状 以前没有什么仇 腾之县让艾氏跪到一边 把朱恩叫上来问道 你有什么证据 说你表兄是被雕心害死的 既然知道 为什么当时不来报官 直到今天才来告状 看来是你想讹诈别人 朱恩赶紧叩头说道 小人和雕心根本不认识 有什么理由诬陷他 前天小人偶然间走到桥边 看到路边有一具尸首 是从水里刚熬起来的 小人仔细一认 才看清是表兄 当时很多人在那里 都不晓得他是一死 只有他一个人 说是一死之后 被人丢进水里 这还不够可疑吗 腾之县又把雕心叫上来问道 你怎么样谋害于信的 从时招来 雕心叩头说道 今天大老爷在上 他们这是合伙冤枉小人 要说我是徒才 可他是个穷人 我家境富裕 要说是为了仇 我和他没有任何仇怨 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害死他 几天前 小人看到他和开步铺的张国瑞 有过争吵 还被他家的仆人给打了 小人再三劝解 他们都不听 以至于于信奋恨而死 他们怪小人是个里长 没能救下他 这才来诬告小人 知县问道 失足溺水是常事 你怎么知道他是愤恨而死 雕心答道 小人是看他脖子上有乐痕 像是一死的 所以才知道 腾之线一边命牙矣 去拘拿张国瑞 一边带上武座去检验尸首 武座验完回复道 身上没有明显伤痕 只有脖子上有一道一死的乐痕 这时候腾之线也弄不清 到底哪一方说的是真的 回到县衙 打算等张国瑞到了 再仔细审问 张国瑞到了县衙 腾之线问道 你就是张昌国瑞 张国瑞答道 小人便是 知县又问道 于信什么时候和你争吵 你又是怎么逼死他的 从时招来 张国瑞说道 小人家里吃穿不愁 又颇知礼法 怎敢威逼致人死亡 雕星赶紧在旁边说道 你前几天和他争吵 他见你有才有事 肯定敌你不过 所以愤恨之下 一时想不开一死 你怎么欺骗老爷 知县立刻喝止 不让雕星说话 接着又问张国瑞道 你为什么和他争吵 张国瑞随即把柳姑病死后 于信忽然来认清 他仔细盘问 于信答不出来的是 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一遍 张国瑞紧接着又对知县说道 当时雕星不在场 他是怎么知道的 雕星说道 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 可是这事是真的 腾知县问雕星道 你既然是里长 见他死了 就该赶紧来报官 为什么不来 直到今天被人告发 雕星说道 确实应该当时就来报之 只因张国瑞把尸首藏了起来 小人没有真凭实据 所以不敢忘报 就只擅自遗失这一条 老爷就该治他罪 腾知县大喝一声 说道 胡说 他藏匿尸首 你既然知道 就该当场制止 雕星说道 他要藏匿尸首 小人怎么会知道 腾知县文言大怒 骂道 你这艰险的小人 在本县面前还敢胡说八道 既然你不知道 怎么随意诬陷他人 这话把雕星给问住了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腾知县看他满嘴谎言 叫牙蚁上加棍 他没有使钱 牙蚁们用尽全力给他上刑 雕星哪受得了这个 只得从实招任 腾知县又问道 你为什么又要把那个尸首弄走 是想给他再安一个罪名吗 雕星答道 小人不过是想借此额他几两银子 没有想让他偿命 既然弄死了鱼信 怎么又会再一开 求大老爷明察 腾知县又问张国锐 这么说来 是你为了脱罪 把尸首丢进了河里 支县说着就要牙蚁给张国锐用刑 朱恩连忙上去禀报道 这都是我干的 腾知县觉得非常奇怪 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朱恩不敢隐瞒 随即把自己到张国锐家偷窃 张国锐送他银子 如今改过自新 为了报恩 才把尸首丢进河里 当时不知道那人是表兄 以五一时详细说明 腾知县看他老实 又慷慨认罪 没有追究 只是打了他十个板子 张国锐虽然没有威逼致人死亡 但事情和他脱不了关系 罚他二十辆银子给碍使做丧葬费 至于雕心 为了讹诈钱财 不惜害人性命 判了死罪 上报审核 等候处决 几个人已从县衙里出来 乐记正等在门前 朱恩赶紧介绍道 这就是乐相供 今天的事多亏了他指教 要不然我能都要被雕心给害了 于姓妻子爱事和张国锐再三致谢 后来雕心被处决 妻子水事改嫁他人 可见天理朝朝报应不爽 张国锐虽然被罚了二三十两银子 却没有受苦 对朱恩十分感激 于是准备了两桌酒席 邀请朱恩和乐记来喝酒 酒至半憨的时候 张国锐拿出三十两银子交给朱恩 说道 朱贤弟拿着去开个小铺子 以后就不用再走街串巷 受那奉苦了 接着他又拿出二十两送给乐记 乐记客套了两句就收下了 朱恩却再三推辞 说道 这都是相公宽厚待人 得上天庇佑 知县老爷清廉 又受乐相公指教 我怎么敢收 乐记在旁边劝道 这也是张相公的一番心意 恭敬不如从命 你就收了吧 以后的日子还长 有的是机会报答 朱恩听他这样说 也就没再推辞 后来朱恩努力经营 渐渐富裕起来 和张国锐家成了职交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